叶齊 珠海事件都在升级 中共六神无主 要求保北京 挪威渔民协助美国核潜艇脱困 菲律宾向南海仁爱礁输送物资 朝鲜官媒表示 金正恩下令生产大量自爆无人机 两大风暴来袭 全美七个州迎接大学结冰警讯 观众朋友好 欢迎收看希望之声TV全球视野 今天是11月15号星期五 来看今天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11月15号 郑州夜期开封过去一周 河南各大学仍然在风效之下 美团 哈喽 清菊等单车 今日起在郑州市暂停营运 一些需要骑单车回家的市民叫苦连天 单车营运商美团发通告 因为车辆回舱保养 美团单车将会在11月15号 10点暂停营运 哈喽单车暂停营运的理由是 因为系统全面升级 哈喽单车将会在2024年的 11月15号起 在郑州市暂停营运 恢复时间另行通知 同时郑州市民发现 清菊单车也已经不可用了 营运商的突然停运 着实是让需要单车的郑州市民 有点措手不及 纷纷叫苦连天 表示 真是要命了 中午拿快递寻死7个车 公司楼下10多个单车 哈喽和京菊显示 此车都不可用 我的天塌了 除了地铁还有一两公里 我全靠骑自行车上班 我服了 天塌了 不仅中午回不了家 以后怎么出行呢 打工人招水惹谁了 为啥这个社会永远都是 守规矩的替不守规矩的买单呢 除了营运公司宣布停止服务之外 开封景点 清明上河园 原本是对全国的大学生 免费开放的 今天也宣布临时取消了 当局的做法 引起了大学生们的极大反感 有学生讽刺表示 导演我错了 不业骑不服务了 我想回家 更多的大学生在网上疾呼 什么时候解封呢 郑州 开封 合肥等各大高校宣布封校 查警示当即参与的学生情况 11月14号 网络上爆料 河南理工大学禁止学生外出骑行 一名学生骑单车外出被保安拦阻 双方发生肢体冲突 有分析认为 业骑开封不仅吸引了数万的民众参与 还有人高举着自由者无畏的大旗 且不只是在郑州 中国各地也开始出现大量的串流 成都骑到都江燕 北京骑到天安门 合肥骑到潮湖 南京骑到马鞍山 武汉骑到东湖临波门 等关键字都在网上有人讨论 一系列的群众行动规模 已经原胜于2022年11月份 为抗疫清零政策而爆发的白纸运动 因而牵动着当局的维稳神经 海外X平台网友纷纷留言表示 把一个个学校变成了监狱还不够 还要把整个城市搞成监狱 这是要把学生逼疯呢 共产党为了维稳 无数市民的正常出行和企业的这场营运 都可以随时随意作为代价 小心被反噬 资深史评论员王赫对大纪元表示 中共现在是成了惊弓之鸟 什么事情都从政治角度来看 并且用高压政策 把这些并没有明确政治诉求 和明确表达的人推向反面 中共的这种做法是自寻绝路 自取灭亡 另外广东珠海发生重大壮人惨案之后 中共当局开始大规模的维稳 珠海市党路的石墩子供不应求 13日中共北京市委常委会就珠海事件开会 强调要全力确保首都安全稳定 在东南海下令之后 全国各地大搞排查 据悉 北京已经开始统计外来流动人口租房讯息 福建省公安厅14号也开始表态 加强人员管理 全面的收集各种不稳定苗头动向和行动线索等等 此外 湖南重庆等地同一天也开了类似的会议 网传一个珠海小区的通知 要求暂停广场舞等集体活动 网上还传出各地甚至开始排查所谓的无配偶 无子女 无工作 无稳定收入 无法正常沟通交流 无房子 无车等资产 投资失败 生活失忆 关系失和 心理失衡 精神失常 加上工作失业 情感失忆 年少失管 经济收入低 权力地位低 社会声望低 人际交往少 流动机会少 输到渠道少 等人群 对于这类消息 海外网民在X平台 纷纷表达批评和讥讽 表示 我党要确保首都高级官员们的认识安全 越是维稳就越不稳 中共再这样高压维稳下去 事件就会越来越多 这是必然的趋势 有历史事实评论人士 蔡神坤在X平台评论说 原始的防范手段 固然可以挡住汽车 冲撞特定区域 可是中国汽车保有量 4亿多量啊 满大街都是作案工具 下一步是不是要进汽车了呀 有网民称 按照这个标准 排查出来的人口 恐怕亏占人口的90% 排查出来之后怎么做呢 把他们全都送其中营吗 统计完之后全抓起来吗 筛选出来隔离 11月14号 抖音上有一则 中国监狱系统招聘讲解的视频 中国监狱突然要在11月份 紧急招募6万监狱工作人员 这引发了中国网友的恐慌 认为他们准备大规模的抓捕老百姓 中国要完了 蔡神坤表示 全国各地都在排查特定人群 但是由于经济下行 失业率飙升 连广州9月份的失业率都高达37% 弱势群体不断的扩大 这个群体最大的特点就是 没有软肋 了无牵挂 这恐怕是习近平治下 防不胜防的一个群体 本周一艘挪威的渔船 协助一艘重达7800吨的 美国海军核动力潜艇 脱离意外的缠绕的渔网 在返回挪威 托罗姆斯北部的地区港口的途中 32英尺长的私人渔船 发现了一艘潜艇被渔网缠住 随后在协助之下 它脱离了困难 潜水艇将渔网拖出海面两海里 最后切断了渔网 后来他们才收到了 海岸警卫队的无线电呼叫 得知刚刚困住的是一艘 美国的核潜艇 核动力潜艇不一定携带核武器 但是用核能力维持运转 据悉当时渔网被吸进了 核潜艇的螺旋桨 不得不由挪威海岸警卫队 提供的护卫舰将其剪断 美国驻奥斯陆大使馆后来证实 维吉尼亚号核动力攻击潜舰 按计划停靠在特罗姆斯附近的一个港口之后 被渔网缠住 美国潜舰停靠在挪威港口的做法 是鉴于俄网斯的核动力潜舰舰队的威胁 这些潜舰使俄网斯北方舰队的一部分 驻扎在靠近挪威边境的俄网斯摩尔曼斯克省 由于俄网斯入侵乌克兰 北约和俄网斯之间的紧张关系 达到了数十年来的最高点 挪威海当地被视为可能会出现严重的冲突 挪威表示俄国加强了在挪威海的巡逻 挪威海的海底有重要的天然气管道 近年夏天 美国派遣携带三叉戟核飞弹的潜舰 在挪威附近海域巡逻 美国通常从不透露其核潜艇的位置 不过分析人士表示 此举是针对莫斯科的武力展示 另外一方面 在15号 菲律宾向停泊在南海仁爱礁的军舰运送了物资 同时进行了人员轮换 中共还仅声称 此举是在获得许可的情况之下进行的 而菲律宾海岸防卫队没有认同中方的主张 目前中非两国形势非常胶着 中共声称对几乎整个南海拥有主权 尽管门来 印尼 马来西亚 菲律宾和越南 也提出了重叠的主张 路透社指出 中共拒绝承认海牙常设仲裁法院2016年的一项裁决 这一裁决称 北京的九段线主张没有法律依据 本月 马尼拉出台了新的海事法 以加强其海上主张 而中共在黄烟岛周围发起演习巡逻 在这种僵持不下的局面之下 两国互相召见了大使 在本次菲律宾运送物资的情况之下 中共海警方面声称 菲律宾是向非法搁浅的船只进行补给 对此 菲律宾当局的声明中强调 菲律宾的船只自1999年以来在当地受困 本次行动也包括轮换人员 此外 菲律宾当局多次反驳中共的领土主张 认为中共政府侵犯了菲律宾的领土主权 朝鲜官方媒体朝中社报道说 朝鲜领导人金正恩14日下令 生产大规模的爆炸无人机 而在不久之前 一名乌克兰官员告诉美国媒体商业内幕 朝鲜士兵正在俄罗斯军队 接受使用无人机的训练 朝中社称 金正恩在指导朝鲜国防工业之前 监督了各种攻击无人机的测试 强调需要尽早建立系统进入批量生产 此举在朝鲜与俄罗斯达成 共同防御条约之后做出的 此前在8月份 金正恩也监督了朝鲜国内的无人机测试 他要求开发多种类型的无人机 包括侦察和水下无人机 在俄乌战场上 俄罗斯广泛的使用柳叶刀无人机 和伊朗设计的沙西德无人机 自爆袭击乌克兰的军事阵地 和关键的国内基础设施 人们越来越担心朝鲜将无人机 用于针对邻国的威胁 乌克兰反甲资讯中心主任 科瓦联科告诉商业内幕 现在朝鲜士兵穿着俄罗斯制服 分散在库尔斯克地区 在乌克兰控制的地区作战 朝鲜士兵也学会了操作无人机 这种在实战条件之下进行的训练 对乌克兰和韩国都构成了威胁 因为其中一些士兵将他们的技能传回朝鲜 科瓦联科称 有情报显示 俄罗斯计划派遣无人机教官 前往朝鲜首都平长 进一步的训练朝鲜人员 这意味着朝鲜可能会利用这些技能 在未来实施对韩国边境地区的袭击活动 相关的消息没有得到其他渠道的证实 但是朝鲜当局不断的从俄国获取技术支持 同时一些士兵在俄乌战场获得实战经验 这些消息无需置疑 自1950年代以来 朝鲜军队就没有经历过重大的战斗 华府职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朝鲜国防专家 小贝姆德斯警告说 金正恩正在获得外国技术 并且获得现实世界的战斗讯息 以提高朝军的进攻和防御能力 15日美国国际吉祥局发布警告 指出两个冬季风暴正从太平洋袭来 可能在周末对美国西部地区造成严重破坏 目前包括加州 阿拉斯加 蒙达拿 内华达 犹他州 缅因州 和怀俄明州在内的美国七个州 都面临大雪 冻雨 以及结冰的极端气候 一些地区预计会出现1-3英寸的降雪 而另外一些地区预计将会出现8-13英寸的降雪量 阿拉斯加州已经发布了冬季风暴警报 要求行人配备自救的手电筒 食物和水等措施 以防止出现意外 北加州部分地区已经收到冬季天气警告 预计降雪量将在4-10英寸之间 昆西 切斯特和加州的蓝峡谷地区 可能会面临首轮严酷降雪影响 加州中部生有美的山谷地区也将降雪13英尺 到这一地区的旅行将会变得很困难 内华达州和犹他州遭遇雨雪天气 驾驶将会遇到困难 此外 缅因州部分地区将出现冻雨 气象局指出 16号的美国与加拿大边境附近 预计也可以看到这种降雨 怀格明州的提顿山脉和格罗斯文特雷山脉 将会出现4-6英寸的降雨 怀格明州里普顿国家气象局在警告中表示 在寒冷的驾驶条件之下 山口将会变得光滑 如果打算翻越山口 请留出额外的时间 以上就是这期节目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也请您要记得点赞订阅希望之声TV频道 分享我们的节目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订阅